作词 李宗盛 第三位候选人 黄秀芳女士的简历 2号 黄秀芳 年龄51岁 党籍民主进步党 学历 靖宜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经历 现任第十届立法委员 第九届立法委员 现任立法院第29届后生会会长 民进党第十八届中央常务执行委员 江华县第十六 十七 十八届议员 请第三位候选人 黄秀芳女士发表证件 即时开始 各位中华的同亲 大家好 我是吴秀芳 定期第二号中华管理局候选人吴秀芳 今天我先主要介绍 秀芳做过三次议员 两次立法委员 二十七年前 秀芳是看到我们搜索电视的一个招牌店 秀芳是秀芳就成功 要应征助理 那从二十七年前 秀芳一头栽进服务民众的这个行列 那二十七年后的今天 秀芳要来参选彰化县长 秀芳也受到很多人 给我鼓勵和支持 所以这次 我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一些政権 希望能够让中华大富翔争惊 那在这四年里中 中华 官政流表 人口流行 那所有中华官的官民 是全国 所有劳工的这个薪水是最低的 我们看到少年人 他们对国庄的这个基台 实在是很希望的 所以秀芳提出我们的产业三支箭 就是拼金剂 并且拼金剂 我希望让我们的少年人 回到共同并且拼金剂有免免 所以我提出就是在我们田中高铁站这个站区 我们希望未来是AI产业 还有电动车的研发中心 那制造会在中科二林园区这个地方 希望说有创新产业 让年轻人愿意回乡 另外我们的这个农业我们也会发展智慧农业 让年轻人他可以愿意回乡来从事农业 那政府 赵eras 政府可以来帮忙 所以 일단 淘�alı栅到就是要来终免免免免 让我们城区的官民 会可以好大前往收拾 另外这家秀芳 除了带出终免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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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 虛报每天出了 就是希望讓我們的傳統產業再升級 還有我們的工業區、園區能夠再提升 以及我們的創新產業可以帶回來我們的彰化 那彰化的傳統產業很多彰化、很多隱形冠軍 那彰化未來需要更多的創新產業來到彰化 所以我這次拿出來就是拚平這個產業三支劍 希望所有的縣民能夠支持 繡邦可以帶領我們的彰化能夠拚經濟 另外我也提出就是我們的館民好生活 因為我們知道在這幾年內 我們彰化這個社會安全網 看起來是已經破坑了 就業家三兄弟和梅兩小兄妹的事件 很多人會覺得彰化是一個好處 有什麼狀況的社會安全網 會讓人覺得整個都破坑了 所以未來希望可以營造我們社會健康的體系 讓我們的所有的鄉親 無論在這一個地方都可以好大、好生活、好探獎 所以這次我也有研究 每一個兄弟都要有一個公共脫英中心 每一個鄉親都要有一個共榮公園 就是讓我們的阿公阿嬤可以很高興 帶到我們的孫子 讓他們在家裡住的隔壁 就有一個公園 另外小方為了照顧我們的老年人 所以我也提出每一個傳例都要有一個關懷據點、長照據點 我們就是要來照顧小孩 照顧到我們的老大人 希望希望希望可以照顧到每一世代的人 讓我們的年輕人可以有好顧之養的領域 所以這次我提出來的 每一個鄉鎮有一個公共脫英中心 每一個村裡有一個關懷長照據點 每一個鄉鎮有一個共榮公園 那另外我們就希望說 我們的這個有好的環境 有一個安全的環境 所以我們中華的這個消防人員 這個比雷是全國最多 1比1759人 所以未來修鎮希望說 可以再來提高我們的消防人力 所以未來消防當選現場之後 我會再來提升我們的消防人力 就是每一年編列三千萬的預算 在四年當中 我會來補足我們的消防人員的人力一百二十名 可以讓我們所有的這個館民 能夠居住在一個安全的環境 那我們希望每一位我們的館民 都可以有一個好的生活、好的環境 一家電話 我們要有一個好生活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有一個交通便利 讓我們的交通要很便利 所以我也有跟我們的鄉親來看保全 未來修鎮會向中央這邊來進出的共同合作 讓我們所有中華的重大建設 可以在四年內來動工 這就是一個管長 有這個溝通能力、有協調能力 可以爭取中央的經費 所以未來修鎮動選之後 我們建設的彰化美港公路的高降 以及我們的兩指措析提案道路的高降 還有我們台76線的延伸向西的延伸 這都是修鎮進來一四年來內 我會接鎮來建築 一四年來內 我會接鎮建築建築建築 回來我們的高降 讓我們所有的中央建設 可以一首方 四年進來可以擔崗 另外讓我們知道 除了交通要便利 我們中華有很多地方 偏鄉的地方 我們的公共運輸 不是這樣 不是那麼的順暢 尤其是我看到 四年前 王妃美館長 他就拿出南章畫的捷運 那四年研究 我們看到王妃美館長 這個南章的捷運 也沒有看到一個順 只是他為了二代的選議 他就衝突地在地方辦這個說明會 那我們看到很多鄉親會覺得 王妃美館長開出來的這支票 就是空頭支票 尤其是我們不是說 要反對到南章畫的捷運 我認為有一個好的交通運輸網 第一 我們就是要有便利的公共運輸 要讓我們所有的鄉親 要讓我們所有的鄉親 有一個好的交通運輸 可以說這個南章畫的公車 可以很容易的來等 不是像現在 可能一點間一班 還是兩點間再一班公車 所有的鄉親 他在單公車的時候 我可能這個單台時間 我自己騎的地方 還是我自己開車 都到我的目的地了 所以我自己認為說 我們應該是要優先 把所有南章畫的大眾運輸 這個路網要給它健全 另外就是我也有提出 希望有這個預約式的公車 或者是預約式的計程車 最主要就是要方便 讓所有的鄉親 讓南章畫的鄉親 讓你可以隨時移動到另外一個鄉鎮 都可以非常方便 這是手法拿出來 我們把所有的大眾運輸 整個便利完之後 這個整個系統 整個順暢了 讓這個來規劃我們未來的南章畫的捷運 所以我直接也跟王位美館長說 你現在是在跟2022年的黃秀邦選縣長 你不是在跟2018年的魏明谷選縣長 所以你應該是要先對手法拿出來 所有的交通路網 所有的證件 你應該是要提出這個你的意見 還是說你認為說這個秀邦提出來的更好 所以我覺得說王位美館長 他可能也認為說我拿出來的交通證件比他還好 所以目前我們看到原本說的這個南章畫的捷運 現在我們看到他是 現在有兩台電動公車 是南章畫在走 所以我們也認為說 應該是要先優化我們南章畫的這個交通運輸 然後再來提我們的捷運 所以我覺得說王位美館長 你四年前收工的這個捷運 現在是哪裡 那你認為說他在留子孫 可是你拿出來的這個 這個南章畫的捷運 你是二十年後 二十年後 走到去的這個南章畫捷運 而且這個總經費要三百億 如果你說的這個捷運 我認為你這也是在留子孫 二十年後 你人還有一個圍 你已經沒有一個圍的了 所以王位美館長 你提出來的南章畫的捷運 是空水無錢 另外我也告訴我們所有的鄉親 另外我提出來是一個故環境 我們知道說中華是一個好地方 中華有很多引擎冠軍 中華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 有小吃非常的多 也有很多的觀光景點 不過我們知道說 在目前我們的管制部 他沒有串連起來 所以未來秀方會針對 我們將看的觀光電量 點線面的串連 另外我也有提出 希望未來我可以來監出 2026年的台灣燈會 在彰化來舉辦 這是在這裡我們希望 把我們的觀光 變成全世界 另外我也提出一個清農的政策 清農200、清創200 讓我們的年輕人 要創業 可以理解由關鍵部來補貼 另外最後我提出來 就是這一次的369 讓我們的禁勞禮金 369 這個部分我是要求 我們目前的離岸公殿 這個稅收、營業稅的一半 留在彰化 我要來全面發放 我們的禁勞禮金 王維比管長 你做不到的 就由秀方來做 我相信 王維比沒想要做 秀方來做 王維比沒想要做 秀方來做 秀方這次 所提出的 我們的369 禁勞禮金 這是要由 我們目前 六甘冠海的離岸風電 每年開始就並往發電 我們收入營業稅 它會開始到營業稅 這不是額外的加收稅金 這個是廠商 它應該要留的這個營業稅 那秀方有能力跟中央來溝通 我們未來會有一半的這個營業稅 留在彰化 這一半的營業稅 留在彰化 我要做的就是全面發放369禁勞禮金 以及我們的青年發展基金 還有我們的環境永續發展基金 以及我們要補充 我們重大建設的這個配合款 我們知道說任何的這個重大建設 都要有關鍵部要有配合款 所以我們未來有這個 預電的稅收 這個一半的這個營業稅 留在彰化 我們可以做很多行動 不然幫助我們的年輕人 讓我們的老大人 可以立到這個369 對老大人的尊敬 這是秀方這次的收聽出來 也讓我們的環境 好可樂 但他後面有一個 怎麼只是要重新重新的 還好還好 我覺得還好 而且他沒有一組他很好 他沒有搞 2號黃秀芳 年齡51歲 黨籍民主經過黨 學歷 靜宜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經歷 現任第10屆立法委員 第9屆立法委員 現任立法院第29屆後生會會長 民進黨第18屆中央常務執行委員 江華縣第16、17、18屆議員 請第3位候選人 黃秀芳女士發表證件 計時開始 各位我們電視機的同學 大家好 我是管長候選人 定義第2號 吳秀芳 秀芳是由雙部要參選管長 到現在我們中華院 第26鄉 在早上 我們聽到很多鄉親 在跟秀芳說 這幾年 這四年裡面 中華沒什麼改變 電動是倒退路 我們鄉親 覺得很有資訊 秀芳 聽到我們鄉親的抱怨 我也知道這幾年裡面 中華無論是關鍵流表 或是說林靠流行 或是我們全鄉法官 努工的這個薪水是全鄉法官 全台灣鄉會 所以想過這幾年選舉的時候 我有提出很多很好的政樓 希望可以讓我們的鄉法三亞提升 林靠可以不要流行 讓少年人可以回來公平 剛才王美美管長 他曾對到我們彰化的捷運 我要跟王美美管長說 你剛才說的是張北的捷運 和你四年前所說的張南的捷運 是敵哥到財德完全不一樣 張北的捷運 就是我們台中的捷運 綠線延伸到彰化 這是我們中央建戶前瞻基礎建設的 這個捷運軌道建設 這是中央建戶來補助的 目前也都是我們中央這邊在身上 為什麼我們的台中捷運綠線延伸到彰化 會讓中央建戶退回 第一就是我們擴大彰化的故事計畫 一定都沒有做 一定都沒有關係 這條捷運從台中要過的狀況 你周邊的環境周邊的 我們是不是都要做一些計畫 做一些計畫 但是很可惜 王匪美管長在這四年裡面 我們看不到 他有做任何的努力 而且我要向各位鄉親來報告 在修鋒在做立法委員的時候 尤其是四年多前 我們中央政府一直在推動前瞻基礎建設的時候 我們當時也是立法委員的王匪美委員 他在立法院是當前瞻基礎建設的人 他不是立法院但追求拼命運 那時候修鋒是被建設到我們中央的前瞻基礎建設 不論是我們的台中捷運綠線延伸道彰化 那就是我們中央的高鐵軌道連結我們台鐵田中站 這都是前瞻基礎建設的重大建設 不過王匪美管長 你就是一名歡迎在當中央的這個環境 你在一名歡迎當中央的前瞻基礎建設的這個原委 在這個時候你是坐享其成 甚至在國民黨的黨主席來中華的時候 說中央政府沒有補助中華 我要跟朱立倫副席和王匪美縣長 你錯了 中央政府一整幾年裡面 是幾百頁在挹注我們彰化 前瞻基礎建設的建設 在這裡是說我們的衛福大樓 這都是中央補助的 所以我這裡要跟王匪美縣長說 是我們的張北的捷運和張南的捷運 是差了很多 你說的四年間張南的捷運 你是捷運到惡里 捷運到普新 捷運到永靜 如果你有心要來做捷運 你應該是一年之後 你就來設捷運局 那才是交通處 不是到今年十月份的時候 你只要匆匆忙忙 來開說明會 來成立一個交通處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 王匪美縣長 你根本就無心 要來推動張南的捷運 想說的 我們張北的捷運 就是台中捷運 延伸到彰化 這是我們前瞻基礎建設的軌道建設 而且這個研究也一定有了 這是我們的管政府 我們王匪美縣長的行政態度 擴大彰化的故事計畫 你到現在都沒有完成 不然會被捷運 以來生活也動算 我會將對到我們 擴大彰化的故事計畫 我會盡速來完成 而且我要跟我們所有的鄉親來報告 所有的動態建設 也會一萬年來四年來內 我會給他擔工 不論是我們的彰化的鐵路高架 那才是台中捷運 綠線延伸到彰化 都會在我任內把它握握 我不會像王匪美館長 已經睡四年了 所有的這個行政帶動 我相信所有的同親都看一眼來 另外我剛才跟各位同親來報告 所以當中捷運 亦助彰化的經費非常的多 不論是我剛才說的 我們的軌道建設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衛福大樓 在最近王匯美館長一直在整齊 就是我們中華團 有很多的衛福大樓 都一直在動工 有些是一定完成 所以地方建設是 挹注非常多的經費 給我們彰化 即使王匯美館長在行政帶動 你的這個 不想要做 不想要做 所以如果不想要做 就由秀方來做 未來我會積極努力 跟中央的配合 讓我們所有的重大建設 可以在我的任內四年內 趕快進出來動工 來完成 我要考慮一下 就是秀方四年前 我和我們的警官長 檢出一個中華企業的担保白水 正最高 在四年前 這個經費是26年 而且這都是用於 中央26億中央來抑注 結果你四年都睡醒了 四年你這個工廠 完全說沒燈沒燈 到要選機了 你才把發包出去 而且現在發包的工程 從26億增加到37億 我相信所有的鄉親 看在我們來 一個行政帶動 一個不想要做 不想要做 不去做的一個官長 如果我們的官民 不然是時間 所有的環境 受到影響 更緊急 我們的屋口 也順便 所以 公園美館長 一步想要做 不去做 就能收到來做 另外 我也要向我們的鄉親 來報告 一公園美館長 進來 不然他出銷了 我們的65歲 我們的鄉親 這個 淨老禮金 80歲 領6千 的淨老禮金 還有90歲 領9千的淨老禮金 以及我們好好 保存也出銷了 我相信 所有的爸爸媽媽媽 阿公阿嬤最關心的 就是家裡裡 我們的小孩 都是每個爸爸媽媽的 生活好過 學校的安全 實在是很重要的 所以未來 修方的動選 我也會將 我們的學校 這個學校的安全 有專業的民主 來做維護 少園的安全 所以修方當選之後 我會再來 恢復我們校校有保權 另外 我也跟我們所有同親 來報告 未來修方的動選 我也會讓我們的 鄉會 每一年 從陽節 可以領到 三、六、九的淨老禮金 讓六十五歲 中月可以領到三千 八十歲 領到六千 九十歲 領到九千 我也真 有建議 跟我們所有同親 台報告 修方的建材園 是要用我們 綠電營業稅的一半 留在彰化 我做的事情 都是要說到做到 我不是空水無水 我所有的政權 都是做得到做得到的 而且我剛才說的 所有的這個 禁老禮金 還是說校校有保權 這都是未來修方當選之後 我會這件來給我 這件來給我 這件來給我 另外 黃衛媚在這個任內 而且人口流失非常的嚴重 我們知道 在這個任內 將近四年的時間 我們中華的人 考慮是三萬多人 因為黃衛媚所說的 我們中華的捷運 我不是反對 南章法的捷運 你剛才說的北章捷運 這是我們全點支持的 不論是首峰 還是台首部 還是南蘇園 還是委員工官長 我們都是非常支持的 就是台中捷運綠線延伸道彰化 甚至延伸道路桿 那這個捷運延伸道路桿 是你帶出來 你國民黨一個議員 一幾歲跟你反對 所以黃衛媚館長 我現在說的 將對自己指引的是 南彰化的捷運 我們希望南彰化的捷運 你就是要建置完全的交通樞紐 完全的我們所有的大眾運輸 讓我們所有的民眾 鄉親可以更習慣 來搭乘交通運輸工具 就是公車 也就是環鄉公車 也就是預約式的計程車 讓我們的鄉親可以很習慣 來搭乘便利的交通工具 公共運輸 我們再來整個南彰化的捷運 所以這裏 我要跟黃衛媚館長講 你講的 北章的台中捷運綠線延伸道彰化 但這四年前所說的南彰化的捷運 這是駕駛道彩道 是不一樣的這個東西 所以這裏 希望未來當選領 我會將對著 讓我們的369晉老年金全面發放 校校有保全 我也會全面而來恢復 另外 未來修方所提出來的政見 都是要讓我們的三項提升 我們的產業園區 還有我們所有的工業區的提升 讓年輕人懷疑回來固憂 住一個固憂 健溫、小孩都是一個固憂 所以未來修方 也要讓我們的狀況 人口可以成長 要讓三項可以發展 要讓我們的福利 可以更完成 讓我們狀況 是一個安居樂業的地方 所以這裏 我要拜託我們所有鄉親 所以修方說的政見 都是要說的教 做的教 在這裡修方有靈力 和雄雄這邊 是可以溝通的 雄雄可以專業 支持修方 修方也有靈力 來進出更多 建設經費 回來我們的狀況 所以修方直接 要拜託我們所有 狀況的同志是大 所以修方是 這月份 才接受到美肌的徵兆 不過我很感謝 我們所有的同志 所有的候選人 議員候選人 所有的黨籍候選人 還有各位同志 都要向我支持 不論是我們一外面 在拜託 一外面 在掃握 很多我們長大哥 討論 他們都跟我們說 加油 所以修方有勇氣 而且我也有信心 要來答應 11月26號這場選戰 我們希望中華 也能擁大五千多 我們不希望中華 再撐四年 所以在這裏 希望 要再一處 拜託我們所有的同志 中華 未來要做什麼的關係 要做什麼的環境 都是一手中的正確 拜託我們所有的同志 拜託我們所有的同志 拜託